尽管布林肯启程之前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布林肯访华日程表里面 列出了布林肯星期一在北京的五项行程 这个里面不包括惠贱习近平 尽管在今天下午的北京时间三点半之前 无论中方还是美方都没有明确的宣布习近平会见布林肯 但是正如大家认定的 也是大家期待了的 四个小时前 北京时间四点半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布林肯 那么今天下午早些时候 法新社是率先发了一条消息 他引述了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 说习近平和布林肯将在今天下午的四点半会面 稍后也就是在习近平会见布林肯之前的一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发了声明 中国领导人将于下午四点半在北京与布林肯举行会谈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这表明备受期待的为期两天的布林肯的中国之行 正在稳定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彭博社 彭博社称布林肯能否与习近平坐下来交谈 被视为此次反问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衡量的标准 也让人们对中美关系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有所改善 产生期待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那么习近平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除了大国外交风范之外 还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国防部以前的主管中国事务的一个官员 叫唐安竹 他此前曾经说 如果习近平决定会见布林肯 那将是他向中共干部和官员 政府官员发出的一个重要的指示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中共的干部和政府官员 应该与对美国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 那么会见结束 习近平可能的对中共内部 发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表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应该说圆满的传达出来 习近平在和布林肯的会见中 说了下面这些很重要的话 新平说我知道 王毅 秦刚和你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总体上双方谈的坦诚深入 中方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双方同意 落实好我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的时候 达成的共识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达成了共识 这很好 这很好 习近平说 国与国交往总要相互尊重 以诚相待 我也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 尤其最后这句话 应该说是为布林肯访华做了结论 正如布林肯访华起程之前的时候 中美双方都不曾对这次布林肯的来访 抱以太大的期望一样 没有人希望通过布林肯的这一次旋风般的访问 然后让中美现在已经几乎是冰点以下的 这个双方的关系 实现某种突破 来一趟 能够起到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作用 那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么现在看来 布林肯的两天的中国之行 应该说 在双方的合作 配合下 应该是达成了这样的既定的出发目标 习近平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布林肯 一条 大长桌 两边 是中方和美方的参议会见的人员 中方有王毅清刚 还有孩子们的化解 习近平端坐在长桌的尽头 那 颇有老大王者风范 消息一出 这网上一片大国外交 大国风范的 赞誉之策 那么今天上午呢 布林肯和王毅在钓鱼台会谈了大约三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 在一份声明中说王毅和布林肯的会谈富有成效 新华社的消息说说王毅在会谈中对布林肯说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源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 王毅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并称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王毅还表示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 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 合作还是冲突 做出选择 那么 外电就认为 说王毅的这番话 与此前中国官员表示 是中美两国要对话不要对抗 要合作不要冲突的言论相比 这就更显强硬 更具挑衅性 那么 布林肯基德马尔还有个记者会 然后呢 趁着北京的夜色 就要离开中国了 到此可以认为布林肯 达成了既定的出访目标 那么中国方面的也给予了 布林肯最高的领域 当然了 对待美国朋友 我们中国一向 我们中国一向如此 就像美国一向出尔反尔一样 布林肯要走了 明天起 在不远的将来 中美关系 还会给大家 什么样 意料之中 或者意料之外的 刺激的 对于美国人 还是老话 听其言 观其行吧 谢谢大家 请订阅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